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Kat 以下節目內容 取材自視證評論員周曉輝 在《大紀元新聞網》發表的文章 中共《第二十屆三中全會難產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按照中共官場近30年慣例 每屆中央委員會通常召開7次全會 每次全會各有則重 一中全會一般選舉中共新一屆領導人 政治局常委以及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等 二中全會則是全國兩會換屆前召開 主要討論新一屆國家機構的人事問題 三中全會則會在二中全會當年的第四季度召開 一般討論大題目 重大決策 最受人關注 然而本應在去年10月或11月舉行的中共第20屆三中全會 卻一直拖到今天都不見召開 失宿反常 有分析認為三中全會難產 極有可能是習近平遇到了難題 而且很多難題無法解決 比如在內外交困的當下 中共將往何處走的大題目 重大決策上黨內分歧嚴重 2月22日刊登的 《關於推進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的幾點認識和建議》 建議黨的20屆三中全會 重新部署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文 該文間接批評了過去幾年 中共當局打壓民企和美國對抗等行為 將中共內部分歧曝光 此文的作者是2013年 曾稱讚寫過《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文章的中央黨校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汪玉海 文章核心是建議在三中全會上以新姿態布局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 並將之定義為新時期的二次改革 如何實行呢?文章點出需要重新審視中國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 並明確當前改革開放急需解決的一些關鍵性問題 文章隨後分三大部分加以展述 每一部分其實都在道曲不批評當下決策上的失誤 第一部分是用新的視覺審視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 汪玉海認為盡量準確地而不是片面地解釋事實將是至關重要的 汪玉海認為有兩點最關鍵 一是戰力方向上 中共從1978年後選擇了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三個一的方向 即是找到了改革開放的一條道路 確立經濟建設一個中心 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身體制 而是世界信息技術革命 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巨大的紅利 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助推器 文章以《1980年中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總量最低的1.8%》 與2021年的18%做對比 來印證這個觀點 除了中共在戰略上的轉折外 汪玉海認為中國經濟得以快速發展還有四個重要因素 一是建立經濟特區和各種開發區 聚集產業和政策 逐步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載體 二是吸引了大批外國投資 為中國帶來了新技術 新理念和新的經營方式 為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提供了示範 三是2001年加入世貿 加快融入世界經濟 四是發達經濟體也對中國開放了市場 汪玉海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到的成就 除了是中共拋棄以往錯誤道路理論之外 更多的是享受到經濟全球化的便利 這也是現當局沒有意識到改革開放成功的真實原因 以出路的一系列惡症引發的後果 如今中共已經自食其果 第二部分是需要正式改革開放面臨的問題 汪玉海認為改革開放的使命遠遠沒有完成 他首先表示 在國際上與世界發達經濟體脫歐團鏈的風險在上升 如何防止中美步入新冷戰是當務之急 以防歐盟及其他發達經濟體出現普團 甚至聯合圍堵中共 其次在國內外資撤離 民營經濟不振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他建議要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說的 多出有利於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 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等 其三是要恢復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文章第三部分是重點 點出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汪玉海建議 中共三中全會推出一系列改革開放新的重大措施 他稱之為二次改革 汪的文章其實沒什麼新意 也不過是腦調重彈 也未否定中共邪惡體制 但應該在中共黨內民間有相當多的認同者 其言論在今天還是有些不尋常的 除了汪玉海本身釋放的信息外 筆者注意到的是 他是應天道創複集團、下屬的天道產業研究院而發表的 而近期應天道產業研究院邀請 還有幾名專家發表了類似的文章 例如大力弘揚中國市場經濟價值觀、 基礎和主力、民營經濟發展新定位、 縣域經濟發展的十個有利於等等 此外另一名中央黨校原教授周維文 在今年一月也在一個紀念改革的研討會上發言 提到了改革開放的十條經驗 並稱違背將會中斷現代化進程 另有最新未經證實的爆料稱 劉少奇之子留言 與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將會在三中全會 重提軍隊改革開放補教護航 中共三中全會出現的黨校教授的大膽言論 要求堅持改革開放的民間輿論 以及來自軍隊的傳言 都是似乎印證了三中全會遲遲未開 是因為會議上的大議題 即是中共究竟朝邊一道走 中共內部仍在博弈 中共內部有相當一部分力量 希望重回鄧小平改革開放 重修中美關係 韜光養晦之路 中共內部角力如何 三中全會自可見分曉 中共當局是否願意改緣更章 暫且不講 單從世界 業已認清中共邪惡本質的背景下看 仍意圖維護中共政權 避談中共體制 才是造成中國各類問題更元的中共內部改革派 真是以為重回鄧時代的政策 就可以解決中共目前的困境嗎? 本次《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服務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